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300多点 很多投资朋友在这里都不知道 老师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我告诉你你加赖就对了 加赖 今天加赖的投资朋友有福气啦 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加赖你知道吗 同学啊吓死人啦 吓死人你看一下有多少人加赖 3500多个 里面都在都在讲 老师你讲会涨停板的 我今天小知足 我去当初又赚涨停板 同学我在这里不会骗你的 5月21号告诉你什么 佳能 佳能狂飙了嘛 注意佳林跟金国光嘛 金国光是不是昨天就涨停 今天的金国光是不是又涨停 今天很多同学哇哇爽呆呆呆哦 爽呆呆哦 看一下金国光 又涨停 今天有很多小知足啊 老师我这个二十几块这个股票我买得起啦 这三十块我开盘市价就买了啦 我今天涨停板又把它冲掉 哎呦赚钱就好了啦 我在这里有没有告诉你 急冒第二 急冒我告诉你的时候 二十八块 现在八十块 金国光我告诉你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块 老师明天还会不会涨停 来同学看一下好不好 我跟你讲 金国光他工厂在台中 老师不做金国光则以 我每次做金国光都是最少赚五支涨停板 老师我不相信 不相信两支了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月线 月线刚刚这个WD刚刚完成 月KD刚刚交叉 对外资刚刚买 外资买了对不对 外资刚刚买而已 告诉你哦 金国光 同学 我记得在六年前 我那时候带同学去买金国光 结果涨了一倍 涨了一倍我出掉了 涨到六十块 大概从二十块涨到六十块 我出掉了 后来我在这里又做了一次 买了之后天天跳空涨停 然后我大概赚了大概五十% 我又输掉了 告诉你金国光这种股票不是每天 没有生成八字 你在这里你如果不懂 我告诉你 你随便乱做都赚不到钱 好那老师金国光买不到了 那明天还可以不可以买 加赖就知道了嘛 加赖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同学加赖就知道了嘛 加赖了 对不对 那我刚才在这里告诉你一支股票 这支股票准备飙 加铃 加铃也一样 他也是做镜头 加铃这支股票真的很会飙 老师真的吗 来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啊 加铃在两年前的时候 大概从二十块涨到一百多块 这里是多少钱 二十块 这里是多少钱 一百二十六 二十块涨到一百二十六是涨六倍啊 哎哟同学 吓死我了哎哟 我怎么可以不买 月线刚刚开始交叉 所有技术分析刚刚开始交叉 六倍 这里是多少钱 这里是 好啦我们 不要说十七块 我们说二十块 二十块你买啦 二十块啦 经过一年的时间 涨到一百二十六块 老师加铃真的很活泼 这里是五十块 明天大概开盘价就五十块了 赶快去买 会不会二十块到一百二十六块 五十块到两百五十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同学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同学赚大钱的时间来了 跟你讲你又不相信 我告诉你集贸第二就是金国光 对不对 两天两只掌停板 哎 我没有什么 什么效率短波段 没有什么做教的问题 你们的老师 你们老师在买广达的时候 我在买集贸 因为集贸是什么 集贸是广达的 集贸是广达广达的单子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同学你看一下这个加铃多漂亮 这里是二十块 这里是一百二十六块 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 同学你在那里一直抱怨说 老师我都没有赚那个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的 我知道你都在抱怨了 所以老师对小智竹也是在这里要尽量让小智竹赚钱 不然呢 对不对 你看一下加铃 二十块涨到一百二十六块 你看这一百二十六块 好 重点是现在刚刚开始 所有技术分析指标开始纠结交叉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刚刚开始 你看这么漂亮的底部 告诉你 一突破五十块 直接 搞不好这个高点都会过 好 这都不讲了 我在这里要教同学 我跟你讲 股票市场 往往都是你想不到的 我讲集贸的时候二十八块 你看一下所有电视台 什么旗鼓赞呢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顶叶头顾啊 每个人都在讲集贸 哎哟 我是第一个讲的 金国光也是我第一个讲的 同学你在这里看我的节目对不对 我今天好多好多会员来参加 我告诉你 明天有一支股票要涨顶板 你如果再不来 也不要怪我 老师你到底写哪一些股票 来看一下操纵 对不对 金国光 能帅 索罗门 索罗门太扯了 索罗门已经快两百了 索罗门已经快两百了 我在这里跟你讲的时候 你也不相信 天天跳空涨停板 天天跳空涨停板 你也不知道怎么买 索罗门我也告诉你 对不对 金国光我也告诉你 能帅我也告诉你 对不对 广运我也告诉你 雷迪克 我告诉你的多了 对不对 金国光我也告诉你 好 现在大家都在想 老师我到底要怎么赚钱 老师那明天万一指数在这里不涨的时候 台积电不涨的时候 什么股票会动 来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同学 我也没有告诉你 这档股票叫做什么创意 当初这里三百块的价差 这里两百块的价差 这里五百块的价差 我都带你做到了 好我在这里我还告诉你说 我后面要再帮你赚一千块 对不对 好 你看一下创意 创意 今天最低多少 一千四 今天有一个同学想要试试看我的功力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都不要追 你今天就刮一千四在那边等 买到以后你就一千四百五把它冲掉 这昨天晚上写的 5月22号 创意量缩外资卖 一千四 你看是不是一千四 是不是一千四 保证你买得到 保证你买得到 那你冲掉 冲掉你尾盘冲也可以啊 四十四十五块啊 盘中冲也可以啊 一千四百五啊 对不对 老师教你的尾数二五八 我有害你吗 我有叫你卖在一千四吗 同学 会员 我跟你讲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老师那别的老师很厉害 他们股票每天都涨停板 我知道啊 对不对 效率短波段嘛 对不对 我也知道啦 我告诉你啦 我的股票一标都是倍数的 跟你讲你也不相信 来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你要注意到 这金国光上去的 对不对 这个我跟你讲的嘉琳 对不对 要不要赚五倍 二十块到一百二十六块 现在五十块会不会到两百五十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上一次就是这样子啊 上一次就五倍啊 这一次会不会五倍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 加赖你就知道了 加赖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加赖你就知道了 哎老师 今天艾普没有涨 有啦 涨个两块钱啦 老师艾普到底会不会动 今天艾普啊 我告诉你 你给我看一下 明天搞不好艾普涨二十块 我说搞不好我没有说一定哦 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没有说一定哦 来看一下 今天谁在买的 哇这个 你看哦 老师有这个系统 哎你们也可以装这个三足嘛 免费的嘛 你看今天大单都在买 今天这个小单在卖 卖完以后大单都在买 小心哦 因为最近那个利基电 利基电是不是开那个 开那个什么 法说会嘛 你看利基电 利基电今天大涨 对不对 利基电已经快过年限了 快过年限了 利基电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利基电在这里来说 因为他们在这里做的金元代工 他要跟IP一起合作 我问你 利基电的IP是谁做的 利基电的物联网是谁做的 利基电的高速运算就是艾普做的 那今天谁在买IP 谁在买IP 下半场回来我告诉你 好不好同学 同学我在这里跟你讲 验证是最大的成绩 对不对 每个老师都在叫你做的做 叫效率短破断 效率短破断 中小老师把筹码计算给你看 我说涨停板 他就涨停板 对不对 同学 金国光 一根涨停 金国光 强攻 还可再攻 两根涨停 老师做股票的经验 40年 有的股票我是不摸就不摸 我告诉你一摸就是涨停涨停 急冒是不是这样子 同学 你要赚几个人涨停 大电话进来 我待会用筹码算给你看 告诉你明天很精彩 因为今天都涨台积电 对不对 明天呢 明天就不一样了 明天不见得涨台积电了 明天会涨哪一只股票 加赖 明天我带你做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技巧 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 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技巧 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最近IP股好像不太涨 很多同学在这里都忍不住了 老师 那IP股什么时候会涨 老师 爱普 我知道了 你就带我们买140 两百 两百八 三百 四百一路买 涨到555 老师这一波一直大涨 那爱普怎么不会涨 我告诉你开始要动 老师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可能一动就是三根涨停板 参考参考 好不好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量出来就上去 来来来来来 就过来就过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主力进出 主力进出 券商进出表 主力选股排行 对上市的股票 来看一下 今天上市的股票 谁在买 老师谁在买 买最多的是谁 老师 红基终于涨停板了 老师 外资在买 投信在买 老师外资买一拖拉股 对恭喜你 恭喜你 对不对 主力买超 你看主力买超第几名 第二名 对不对 主力买超第二名 好 老师立基店 立基店你看一下 立基店 主力买超 主力买超第几名 第24名 对不对 好 重点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3443 3443 来 瑞银买了137张 有没有看到 老师昨天在这里 昨天告诉你 1100块 你有没有买 你没有买 那就对不起我啦 你1100块 你有买的到 你当冲 尾盘把它冲掉都对 老师那明天再来一下 明天再来一下 对不对 看一下瑞银 瑞银买了137张 凯基也买了 凯基也是冲来冲去的 好 这个是创意 6531的爱普 6531的爱普 老师 平手 美银 美银买136张 美商高盛 美商高盛买21张 这小钱啦 明天人家要买500张怎么办 涨停摆 瑞银 瑞银也在买 老师美银 我告诉你 这美银是比价怎样 比较保守的 美银一进来买 那就不得了了 美银乱 好 来看一下 因为 它本来涨的时候 都是过了月线以后 就一路涨 从355 涨到555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涨200块 对不对 那 现在会不会从 350 然后涨到550 我不知道 重点是 这一条月线 你看 过了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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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月线 过了 那就不一样了 Difference 我知道了 这一波 还有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到 说实在同学 你要注意到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艾普这支股票贼贼的 真的很贼 我不骗你 真的很贼 反正我讲你也不相信 好 你看 这是两根涨停板 老师 这里为什么有两根涨停板 因为外资进来缴货 因为它量大 现在才930张 你看这个是涨停涨停 来看一下 这个 14900张 是涨停 对不对 318拉到345 是不是涨停 隔天 对不对 353拉到379.5 也是涨停 再隔天 对不对 400块就过了 好 只要它有量 它就一定涨停 好 在这里再看一下 你看 这个也是涨停 有量它就涨停 这里再看一下 你看 361拉到397.5 也是涨停 也是涨停 成交量16000张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它在等什么 等量 老师你怎么知道 明天会不会有量 还是没量 明天涨停要多少量 对不对 好 买你再买了 嗯 掐指一算 电话一打 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同学要看 我告诉你 来 强横抢需配合量 强横抢需配合量 对不对 所以不在乎EPS的问题 对不对 不在乎EPS的问题 好 同学 建议会员 我已经先讲了 建议会员买进一档低价起标股 清国光 两天两次涨停 因为日周月同时繁多 预计短限有50%到一倍 对不对 然后我再告诉你 来各位 各股轮动各有题材 好 注意看 注意看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 你要注意看 强横强需配合量 量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对不对 对不对 同学 量在哪里 你觉得这一波 你有一些股票在那里 不太动 有点心灰意冷 外资今天买多少 我们看一下外资 外资今天买多少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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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外资 市场关注 灰达财报 外资今年累计 今天是买520后再起 外资买321亿 外资买321亿 对不对 当然外资有买什么 有买联电 联电我也得到消息的 联电我告诉你 这一支股票一定会喷 同学 我就是朋友多 不然呢 不然呢 我就告诉你会喷 你也不相信 对不对 来给你看一下 我们朋友多的是 同学啊 同学啊 来看一下 我们朋友多不多 找一下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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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没看到 不会没看到吧 应该是有 诶 这是我朋友 这是我朋友 人家抱我名牌 同学 就像当初 人家抱我名牌 集帽是一样的 我买集帽的时候是28块 后来来到80块 同学我朋友多 这个公司原为汽车的IM都有 但是我不是叫你现在去买集帽 拜托你喔 80块你再去买集帽 当中可以啦 但是你不要做波段 好不好 老师会带你进 会带你出来 好不好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好不好 同学 很重要的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明天 明天哪一支 哪一支 会飙出去 哪一支 会涨停板 外支 今天买了300多亿 所以 明天 业内主力 一定是 前准备好 就是要 赚涨停板 你想不想赚涨停板 對不對 同学 你想赚涨停板 验证 好不好 同学 我写的股票不会很多 我不会跟你写什么广达 技嘉 偽创 但是我写的 就会涨停 老师 老师你这么厉害 你写的他就涨停 我写金国光 两天两支 涨停板 所以同学 我再一次跟你讲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得按想的跟你不一样 没有人讲金国光 我讲金国光 就是两根涨停 有钱人 赶快打电话 明天 我带你做 小资组也可以 小资组也可以 明天 赚涨停板 每个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